他们对秦朝的了解大多局限于史料记载 这个庞大的帝国从何而来 他们先祖的遗存又在哪里 陕西宝鸡市凤翔县的一处秦朝大墓 解答了一本 即将莫出中华解密宝鸡秦宫一号大墓 半个世纪前 在陕西宝鸡市凤翔县 一个叫南指挥村的地方 离村子不远 有一块奇怪的荒地 一年四季 不管雨水多寡 那里的庄稼都长不好 生活在附近的人们 对此似乎也习以为常 没人想去深究 时间到了1976年 这一天 村民晋思志来到这块荒地 他想挖点土 修补自家的院墙 铁铲灰处 黄头里带出一些奇怪的图画 它们的颜色和形状 与周围的黄头明显不同 有黄有红还夹杂着一些碎石 并且非常坚硬 对这块土地的异常早已司空见惯了的禁思志 突然想起县里这几天 来了一个考古队 整天在附近钻探 分辨的五日 那么他们会不会对这里感兴趣呢 陕西省考古所派出的考古队 来到宝铁市凤翔县 在凤翔灵山一带 这支考古队小型叶宿 足迹几乎踏遍了这个关中著名山脉的角角落落 他们苦苦找寻的 就是那个强大的王朝 秦帝国先祖的祖祭 凤翔县 古称雍城 自公元前六七七年 秦都东迁至此 雍城作为秦都的时间长达294年 包括秦帝国的三个皇帝在内 秦国历史上共有33位国君 而其中十九位就葬在这里 公元前383年 秦人将都城继续东迁 雍城才结束了这段辉煌的历史 在凤翔县的茫茫山川原野之中 这十九位秦宫的陵墓到底身居何处呢 因史籍曾提到 秦宁宫葬西山大陆 故号秦陵山野 史籍中提到的陵山 也就是凤翔县现在的陵山 所以考古队先从陵山着手进行勘查 然而忙碌了一年多 却没有任何收获 当然转了一年多 考古队员的 转身队员的 大概也是觉得有一些没有收获 心里有点急 正在这时 村民晋思智找上门来 向考古队员提起了那块奇怪的荒地 他的话立即引起了考古队员的兴趣 来到现场 果然如晋思智说的那样 有一块地的庄家长势确实不如别处 而土豪的断壁上暴露出的 则明显是五花夯土 因为所有的地下 经过两千多年前的我们的祖先 他活动以后 他土的土色已经发生变化了 原生土没有动物的土 叫土色一致结构完整 有树像孔 这个地方人会活动 已经叫五花夯土 就结果翻上来 在各种红褐色的黄色的 再翻转夯土回前以后 它的结构已经发生变化了 五花夯土的发现 让考古队员十分兴奋 但接下来的测量 却又让人们陷入了困惑 一看着土豪 有个栏尾像的区土的断面 宽度有42角公米 然后两侧 最前的地面在1米8左右 然后中间形成一个湖形 虽然确定了这里 将是一处文化遗存 可谁也没有见过 40米宽的夯土断面 自陕西考古研究所成立以来 他们发掘的墓葬数以百计 但这么大范围的夯田土墓葬 确实没有遇见过 那么这里会不会不是墓葬 而是一座地下城邑呢 当时我们不能判断 它是建筑椅子还是墓葬 因为太大了 太宽了 一个方面 它什么形式结构走向 我们都不清楚 很快 韩美队长带领大家 开始了实地勘察 初步勘察结果 让考古队员震惊不已 这些土块来自一个巨大的地下工程 这个四方形的神秘地下工程 占地面积被考古队标出 竟然足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 让人惊叹的还不仅仅是面积 接下来的钻探 更是出乎了人们的预料 并因此推翻了关于成一营的猜测 结果一打呢 二十四米五深 就说一打不到底 一打不到底 一直打到二十四米五 才见到了原生的黄土 从这个深度呢 韩美先生当时就确认 这是一个大型的墓葬 古代城市不可能被埋在 这样深的地下 那么是谁的墓葬 才能有这样的规模呢 接下来的发现 更是令人惊喜 由于在墓室底部 还钻探出了青高泥 木炭 果木 朱砂等 这样的规模形致 再加上这里的地理位置 韩美队长怀疑 这可能就是一处勤工大墓 在南北向卡出来 它的宽度当时有四十二点五米 这是墓室部分 然后东西向 整个拉长度 有三拉拉把长度拉出来 整整三百米 三千都睡不着觉 我想不可能啊 我们挖的最大的墓 两三米 三四米 四五米 紧多了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墓葬 由于规模过于庞大 几个月之后 大墓的形制才被考古队摸清 这是一个有两条斜坡墓道 和一个长方形墓室的超级大墓 呈现出怪异的中字结构 它的主体部分分作三层 在十余米处有一圈二层平台 而工程深度竟然相当于 八层楼那么高 在场的考古队员 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苦苦寻觅一年多的秦宫大墓 终于开始显露真容 由于这座大墓 是在雍城发现的第一座秦宫大墓 所以被称为秦宫一号大墓 1976年12月 经过上级部门批准 中国考古史上最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终于在凤祥县南指挥村正式开始了 人们都在期待着 会有怎样惊人的发现重现世间 一号大墓的发掘可以说是费时费力 到后来因为它 光墓室里边就有八万里方米的汤土 而且这个不能用大量的挖掘 现在工具去取土 只能用人工 但是发掘到地下两米多的时候 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景 出现在大家面前 考古现场发现了一些奇怪的洞口 那些洞口呈圆形或椭圆形 几天时间就清理出了二百多个 最让考古队员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经过分析 这些洞口都是盗墓者留下的盗洞 尽管一号大墓深埋地下二十四米之深 但如此多的盗洞 在我国古墓盗掘史上 也占据了一个历史之最 但是考古队员们始终坚信 如此规模的大墓 仅以古人的盗掘手段 应该还会留下大量珍贵的信息 根据以往的经验 关于墓主的许多重要信息 都能从出土青铜器的明文中破解出来 因此考古队员们也寄希望于 大墓可能出土带有明文的青铜器 那将会给研究工作带来极大方便 但是接下来的发现 却使这座神秘古墓变得更为扑朔迷离 在接近二层台的一处倒洞里 考古队员发掘出了一个头骨 他的嘴大张 死前像是声嘶力竭地呼喊着什么 接着距离头骨不远 人们又发现了一截折断的胳膊残骸 并且随着发掘的深入 越来越多的人骨遗骸出现了 考古队员在大墓第二层台机上连夜工作 竟然清理出了二十具人骨遗骸 这二十具神秘尸骸都无关无骨 位置杂乱无章 这些神秘的尸骸究竟是些什么人的呢 他有些是伸手的益处 就说能他生前 埋葬之前 他死体就不完 这些人应该是一种坑葬 他应该是一种祭祀坑 如果说这样形式和规模的祭祀 让人震撼 紧接着在三层台的泥土中 陆续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箱子 或匣子状的关锯就更让大家紧张起来 这些尸骸的主人究竟是谁 他们为什么被埋葬在这里 虽然与二层台上的尸骸有所不同 但会不会也是被强迫殉葬的呢 一个个疑问激励着考古队员 加快了发掘的进度 接下来的发现注定会更加让他们触目惊心 当厚重的泥土被清理干净后 考古队员终于第一次完整地目睹了 这座迄今为止中国发掘的最大墓葬 眼前的一切是如此的惊人 它的占地面积足足有五千多平方米 几乎相当于一个足球场 整座大墓呈道金字塔形状 长300米 宽42.5米 深24米 足足有八层楼那么深 这个中字形的大墓 规模是阴代天子陵墓的四十多倍 在墓室最深处的三层台基上 中间是庞大的竹果室 旁边有副果室 除此之外还密布着不同形式的藏具 打开这些藏具 人们发现这里的湿海骨架都基本完整 没有断枝 显然是安详死去的 难道他们是自愿殉葬的吗 考古队员提取了头骨上 粘绵的毛发进行了专业检测 检测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 训人毛发内竟然含有高浓度的 鞏和身元素 而身就是人们常说的 皮霜的主要成分 这似乎解开了这些人 奇特的死亡之谜 事后统计 大墓中较为豪华的香训 有72具 集中分布于紧邻果室的中心地带 墓箱大而宽厚 训人被绳索捆绑成全区的姿势 装入箱内 他们可能是身份较高的机械 尽城等人 侠训共94具 分布在靠近墓室四壁的外围 他们的身份可能是奴隶 因为装练他们的墓匣要小得多 用的也只是4厘米厚的薄材 还有就是 此前发现的祭祀坑中的20具人物 他们又是些什么人呢 尸骸的发现带来一系列疑问 所有这些疑问都指向了 古代一种恐怖的丧葬制度 人训 残酷的人训制度 自殷商时期开始 至秦以后都有存在 其中最为惨烈的就是人生 而人生主要出现的时代 则是先秦 神秘剧目中最初发现的 这20个训人就是人生 他们生前可能是战俘 或者更低等狐狸 大幕丰来时 被现场砍杀用于祭祀 从今天留下的凌乱尸骨可知 当时的场景是何等残酷 这些可怜的人生就像牛羊一样 被活生生地杀戮 在古代当时的人的观念中 那么 四四如生 就是死了以后 要跟生前一样 那么他生前的 这一个生活场景 包括他的宫廷 他的用物 是跟随他的人 他也要搬到地下去 在发现尸骸的中期阶段 考古队员曾经大胆推断过 史料记载 训人最多的秦国国君 是秦穆公 那么 这个大幕的主人 会不会就是他呢 然而随着海谷的逐渐出土 大幕三层台上 共发现166具训人 加上二层台上的20具人声 大幕里训人的总数 达到了186具 比史料记载的秦穆公殉葬者 177人的数字还要多 这让考古队员感到震撼 他们竟然在无意中 刷新了训人的记录 就从这一点 也一定要解开 墓主人的身份之谜 当考古队员 进一步清理棺木时 他们又有了惊人的发现 这些躺在棺木里的训人 他们的下肢 全部骨翼的全驱着 并且用绳索紧紧捆绑 五骨和颈骨相变成45度 用绳子把它捆绑起来 用轿棒绑起来 这个是保送最好的一个 相权努力 所以这就是70个 这些训人 为什么会以如此奇怪的姿势死去呢 考古队员想起了史书上的记载 春秋战国时期 秦人中盛行驱之葬 即在人刚死之时 用布袋将其下肢向上全驱捆扎 然后入关埋葬 关于驱之葬葬事的来源 众说纷纭 有一种说法认为 人生前在娘胎里就是全驱的姿势 死后依旧要保持这种姿势 轮回重生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 就是说认为这个牢力主 他是自由人 我是站立起来的 那么我下边的这个楼谱都是牢力 你面对主人 你必须是跪着的 那么就相当于驱子 就眼前的这些尸骨来说 须知的原因 专家更倾向于第二种说法 阶级说 就在此时 陕西省考古所 另外一支考古队的工作 也获得了重大突破 1977年以来 在凤翔县城南 秦国景都之一秦庸城 包括古城遗址 墓葬和其他居住区遗迹 慢慢浮现在了世人眼前 发现了面积达十一平方公的秦庸城 然后这个庸城的发现 更进步促进了秦的都城的研究 神秘的一号大墓 就处于雍城遗址范围之内 迄今为止 在雍城共发现了 14座陵园 50座大墓 集中包括18座国君的陵墓 考古队员们苦苦寻觅的 19座秦宫陵墓 绝大部分已经在凤翔县地面上 显露了踪影 雍城的发现 给人们带来了不小的惊喜 毕竟这里曾留下秦人 250年的岁月 现在这个巨大的墓葬 寄予了考古专家更多的希望 实际上和兵马俑本身的研究比起来 秦人整体历史的研究更重要 而这个重要的就是从1976年 雍城的秦宫大墓的发现开始的 就说它标志着秦人陵墓 这个研究的一个新起点 由于大墓发掘 涉及土荒量庞大 又不能使用大型机械 队员们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 创下了考古界之醉 挖这么多土荒 也是世界之醉一个墓 这么多的稻洞 也是世界之醉 这么多雄人 也是世界之醉 没有过的 一号大墓发掘到现在 墓底的主果室尚未打开 考古队员们最想知道的 就是大墓主人的身份了 这座迄今为止 中国发掘的最大墓葬的主人 究竟是谁呢 1985年9月 一个天气晴朗的好日子 挖了近十年的 秦宫一号大墓果室顶棚 终于露出了黑色的面容 大家盼望已久的神秘主人 总算要露面了 开关结果 同一媒体也来了 电视报道也好 图片拍摄也好 新闻记录报道 都有24家新闻媒体 都在现场 考古队员们发现 在果室的周围 填有厚厚的木炭保护层 最厚处达到了3.3米 已经清理出的木炭 堆满了木坑上边的农田 木炭的外层 则是2.3米厚的清高泥 木炭和清高泥是古人 用来给棺果防潮和防腐的重要材料 果室被保护得如此周到 更引发了考古队员 对果室内部情况的好奇 考古队员将果室周围的木炭 和清高泥小心地清理掉 果室渐渐露出了真容 出现在大家眼前的 却是一个形状奇特的平顶木屋 果室长14.4米 宽5.6米 高5.6米 面积约90平方米 仅靠竹果室西南 有一个副果室 长7米 宽4米 高2.6米 果室全部由一根根四方木头构成 木头两端还有笋头伸出 凑成长方形的 如同柜子一般的形质 面对用这么大量木头 雷起的四面木墙 考古队员十分茫然 这样造型的果室 在过去的考古发掘中 还从未发现过 开始我们发掘出来以后 这个果木很特别 最早一根我们成了一下 是700多公斤 这样一个用大木头构成的木屋 究竟是什么呢 考古队员开始查阅史料 汉书霍光传中的有关记载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霍光曾受汉武帝遗诏辅政 辅昭宣二帝 执政达二十年之久 死后汉宣帝四语霍光 玉衣子宫辩房 黄肠提凑 外藏国等 汉书霍光传记载到 以百目黄心志磊关外 故曰黄肠 木头阶巷内 故曰提凑 这是在历史文献中 关于黄肠提凑 最详尽的记载 黄肠提凑是什么意思的 黄是以木头的颜色 以古人讲什么东西 比如说乌 赤 它往往表示不同的颜色 黄是代表木头的颜色 肠就是木头的心 提就是木头的端头 我们现在说题目 文献的题目 实际上就是端头 凑 这就是说一列一列的 把它凑在一起 把它绑在一起 按照周理 南北向各有船头 伸出的观葬方式 叫黄肠提凑 黄肠提凑是 周朝天子的丧葬规范 吕氏春秋节桑篇 描述这类墓葬称 提凑之事观果树席 积石积碳 以环其外 大意是 以黄柏木堆垒的墓室 棺果一层套一层 垒气石头 堆积木炭 用来环绕棺果外部 这是从古代文献上 最早发现的 关于黄肠提凑的 木果之说 秦宫一号墓发掘的 这些果木是不是百木 是不是所谓的黄肠呢 考古队请木材专家 鉴定这些木头 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这些构成果实的木头 就是百木 而这套果木官具 就是古书所言 天子专用的神秘葬仪 黄肠提凑 你作为秦宫大木 它用的这个木头 非常沉重 那么它就需要台 那么这种台的话 最后形成这个断头 等于说慢慢的 这是一种制度的体现 这种制度体现出来 也慢慢的就形成了一种标志 制度的标志 那就说秦宫大木 这样一个等级的人 才能用这么大型的木头 文献记载 只有天子才能享用 黄肠提凑的果具 所谓天子白果 诸侯松果 天子提凑 诸侯不提凑 尽管所言甚强 但近代以来 从未有人见过黄肠提凑 这座春秋末期 墓葬中出土的果具 不仅让人们目睹了黄肠提凑 而且时代也比秦 汉文献的记载要久远的多 考古队员兴奋之余 却又产生了新的疑问 按照周理 作为诸侯国的秦 即使是国君 也不全享有这样的丧葬规范 难道大墓的主人并不是秦国的国君吗 如果墓主不是国君 他又是什么人 这套天子级别的藏具 为什么会用在他的身上 一切疑问 只有等到开关之后 才能弄个水落石出了 当墓室上方的果木 被一根根揭开 一股失望的心情 袭上了考古队员的心头 他们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光主国史和副国史上 对于二十多道路 有一次非常非常严重 破坏的 连国史的两侧 还有国史的底部 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坏 所以客观地说 就是墓葬的底部 应该出土的那种 大型的什么青铜器 什么这个玉器 石器 都没有 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打开 位于果市的主观 他们再次失望了 由于倒扰 在主观内 只发现了一些人骨残骸 除此之外 关内空空如也 这个神秘的大墓 它的主人到底是谁 难道只能留给后人 一个不济之谜吗 遗憾的就是 这个墓葬的信息不完整 是早先遭到 这个盗墓的破坏 但是对这个 发掘工作的话 就是当时来说 我们只是一心一意 往下做 然而经过考古队员 不懈的探索与发掘 大墓中还是有金 铁 陶 玉 漆器 纺织品 石器等 三千五百余件文物出土 随着清理研究工作的进展 大墓之中不时闪现出 秦国成长时代 遗留的踪迹 秦宫一号大墓 共出土金器一百余件 有金兽 金鸟 方金炮 圆金炮 金带钩 金串珠等 金兽逼真玲珑 巧夺天宫 令人惊叹不已 金炮方圆各异 图案别致 做工精美 金带钩是以精美的攀吃纹 工艺精湛 金串珠 历历如豆 精美绝伦 除了金器 墓中发掘出的玉器数量更多 有符节 埋玉 藏玉 配玉等几大类 而出土的玉章 玉龟 玉丛等 就属于随藏的埋玉 大墓出土的树妖玉饰 则属于古人随身佩戴的配玉 秦宫一号大墓出土的众多玉器 装饰精美 玉质盈润 是不可多得的玉器珍品 相比于映衬秦宫当年奢华生活的精美黄金事物和玉器 考古学者更重视那二十多件看似不起眼的铁制农具和工具 它们大多出自殉藏奴隶的尸骨旁 以及坚硬的夯土之中 它出土了很多铁材 铁材 铁材 就是这个东西 这个铁材铁材经过检验以后 它属于生铁 属于铸铁材 这个铁材发展史上 是非常有意义的 铁器是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志 过去普遍认为铁制工具在汉代才大规模使用 而这个先秦墓葬中出土的铸铁材等铁制工具 使我国已知使用铁器的时代提前了数百年 秦宫一号大幕出土的陶器 共有陶 礼 三祖府 鼎 鱼等 这些陶器造型魂谱 形态逼真 展示了秦国制陶叶辉煌的艺术成就 在主棺棺顶 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些奇怪的鱼石残片 拼凑出一双长约一尺的玉石鞋底 玉石鞋底东西向放置 底下是一片鲜红的朱砂 这双石鞋有什么来历呢 当时我们韩伟队长对他有一个简易的说法 他就说象征着这个国王签词 他要步行多少 还要征战多少 都说征服力 他就想无穷的想象 原来根据专家的分析 这双陈舍于果盖上方的玉石鞋底 竟然是一种伏节玉器 所谓伏节就是古代派遣使者 或调兵时用作凭证的东西 象征着征法异国保卫疆域的权利 虽然手持鞋底调物军队在今天看来 有点不太严肃 但却可以认定大墓的主人必是秦国国君无疑 至此一号大墓正式被命名为秦宫一号大墓 但墓主人究竟是哪一位国君却无法定论 就在考古队员还未无法解开墓主身份之谜 感到遗憾时 事态的转机却在不经意间发生了 在劫后余生的文物中 考古队员找到了34件石庆 另外还有一百多块石庆残片 其中17块残片上刻有文字 这个发现让队员们眼前一亮 这些石庆上的文字 能够解开墓主人身份之谜吗 我记得当时挖出一几个石庆的残块 然后挖出来以后 我们把它清洗干净 上面有文字 有文字呢 但是呢 因为它石庆都是打碎的残片 我们找到一块的时候 我们没法把它的文字全部连缀起来 石庆是一种用石料制作的打击乐器 在西周变成了王权的象征 只有王宫才能悬挂 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 诸侯们才开始使用石庆演奏宫廷乐曲 而石庆的造型也从单独的特庆 变成由众多石庆组成的边庆 他们往往以典雅纯正的金石之音 在贵族宫廷礼乐 宗庙祭祀 朝会宴祥等重大场合奏宁 孔子在听了用边庆演奏的韶乐后 竟高兴得三月不知肉味 考古队员在大墓里发现的石庆 是否就是一套完整的边庆呢 你看着一个很弯曲的一端大一端小 所有的石庆坐下来 没有一个地方说跟另外一个地方厚度是一样的 有的地方石庆这么厚都打残了 一共至少是三套 它的音乐是由基银中银和 在地中银基银和高银是不一样的 确定了大墓出土的石庆 来源于一套完整的边庆 考古队员开始担心另一个问题 这些残片上的文字能否连坠到一起 形成一篇完整的文章呢 想到这里考古队员们激动了起来 没有了青铜记上的名文 这些石庆上的文字很有可能 成为解开墓主身份之谜的钥匙 我骑个摩托 然后我记得我带的宝瓶们雅琪 就把这个一包 把那块东西拿纸一包 然后装到包里赶紧就回考古队 回到考古队以后 赶紧把前面那两块拿出来 然后一队 一队队上了 考古队员的眼前 终于出现了一块块完整的石庆 而石庆上的文字也渐渐清晰起来 石庆上的名文记录了这样一个隆重的世界 秦景公即位行官礼亲政 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现场各种乐器合奏 气氛欢快而又热烈 参加宴会的周天子分外高兴 他认为由他认可 秦景公继承秦公公和秦桓公的事业 正因为石庆上的名文记录了秦景公继承军位的合法性 才会被秦景公如此重视 以至死后要将这套珍贵的石庆一同殉葬 躺在黄长提凑内的这个巨大棺墓里的墓主 身世之谜历经十年之久 终于被人们破解 这个墓应该是秦景公的墓 我记得这个时候 我韩伟先生和王辉老师都发了文章 也提出这个 这个结论到现在学术界没有人之遗 也就是说基本上得到了公认 秦景公是秦桓公的长子 秦木公四世孙 秦立国后第十三代国君 在雍城享国的第八位秦宫 他统治秦国长达四十年之久 是秦国都雍城期间在位时间最长的国君 也是一位有作为的秦军 他是这个秦木公的后边的这个一个 在木公称霸以后 这个时候呢 秦人一直处在一个上升发展期 而作为上升发展期的一个帝王呢 他在位的时间又非常长 所以这个时候呢 应该说他对秦人的这个发展 起了很大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 秦景公在位期间 继承了木公还公的执政方略 坚持东进 将秦国势力不断推向中原 并在与晋国及其盟国的多次交战中 屡次取胜 使得秦国日渐强盛 一个就是说这个人呢 就是说重视自己的藏制 然后呢滥用名利 他去挖大墓 这是一种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他的国力强盛 在位时间长 他权力大 他有能力 有财力去修建这么大的 当确立了牧主身份之后 一个新的疑问又产生了 秦景公只是秦国的国君 尽管当时秦国国力强盛 秦军囊括四海 娶周天子而代之的野心 在历史中也不绝于耳 但秦景公为什么会在迁都咸阳之前 就敢于在墓葬中 使用周天子才能享有的 皇常提凑葬仪 难道他不怕剑阅的罪名吗 秦宫大墓 不管他的从刑制规模 到他的官国制度 到他随葬礼 随葬器物 他都是按照 相当于天子的这个等质 来完成的 如此看来 极致后来秦宫称王 秦始皇统一六国 更不仅仅是时事使然 早在都雍城时代 秦国君主就已经把这种 雄霸天下的野心 悄悄掩藏在黄土之下 然而这套剑阅礼制的果具 究竟是秦景公为了在死后 异常所愿 还是用以激励参加葬礼的后代 奋起征询 只能作为一个历史之谜 留待后人解开了 尽管秦景公的果室 已经被盗墓者毁掉 考古专家还是按照当年 大墓发掘的实际状况 并结合春秋时秦国的三藏仪 复原了果室内的布局和陈设 从这个复原的果室中 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 当时秦景公藏仪的奢华气派 这个整个空间分为前朝和后厅 前朝就相当于秦景公的办公室 他的会客室 后厅放的是他的棺材 相当于他的卧室 这个前朝里边有一条迅狗 我们可以看到 这条迅狗应该是秦景公生前的一只爱犬 然后景公死了之后 这只爱犬也随他到地下去了 发掘后的秦宫一号大墓 占据了中国考古学史上五个之最 是迄今中国发掘最大的先秦墓葬 墓内186具训人 使它成为已发掘的训人最多的单体墓葬 果室的摆墓 黄长提凑果具 是中国迄今发掘周秦时代最高等级的葬具 果室两臂外侧的墓碑 是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食物 尤其是大墓中出土的石庆 是中国发现最早刻有名闻的石庆 而秦宫一号大墓发掘的文化价值和学术价值 还远不止于此 秦宫一号大墓发掘的种种遗存 仿佛一把打开时空隧道的钥匙 让我们再次回到了那个遥远神秘的时代 去回顾秦景宫这位一代国君盛大宏伟的葬礼仪式 风吹云云 万民常贵 三军肃立 载着秦景宫灵舅的晚车缓缓行至陵墓 手持扶绳的壮士们用果室两旁的墓碑 将秦景宫的关锯徐徐放到果室中 果室按照秦景宫前朝后勤的格局设置 工匠有序地在果室内放置秦景宫随葬的礼器和生活用具 再加封黄肠提凑的三层果盖 兵士们在果室外围安置了72具香训 香训外围再安放94具侠训 为国君殉葬的晋臣 嫔妃 加奴 喝下毒酒安详死去 实体下肢被弯曲捆绑 放入葬具 最后整个大墓封盖填土 再用石头夯使力 沉闷悲愤的夯号声 仿佛在为殉葬者哭诉冥冤 随着大墓填土封口 186个曾经鲜活的生命 将永远伴随秦景宫 这位不可一世的秦国国君一同长眠地下 永远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之中 中文字幕称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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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